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今他在乐团甚至娱乐圈已经有了地位 在最近的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有个猜歌名的环节 其中有了有不少的乐团实力派歌手参与 首先开始数位选手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挑战 在问题出现之后 周深率先迅速反应并且冲向舞台 而他猜出了这首《小幸运》也是一首当红歌曲 周深突然开始演唱模式 周深美妙的歌声一开口便让众人沉浸其中 欣赏了歌手一脸抢兽 而四周的人群也跟着歌声挥舞了起来 其实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周深唱歌是非常受人们喜欢的 就在这个时候一旁的张绍刚脸色似乎有些不好看 这也引起了周深的注意 周深在继续现场的过程当中 很是忐忑的向张绍刚望去 周深急忙的跑去张绍刚旁边 而迎来的却是张绍刚一脸严肃的批评 并问起 是不是给自己加戏加太多了 周深也露出了尴尬而不是礼貌的笑容 而当时众人的表情刻意 有人脸上露出了坦然笑容 也有人是有些差异的 毕竟张绍刚的表现似乎真像生气了的样子 然而周深似乎是突然看破了什么 对于张绍刚解释 表示他们又多有心唱 自己也想唱 然而就在周深表达言辞之后 在场的明星却突然笑了起来 而张绍刚紧蒙着脸也是突然笑了起来 非常和蔼的告诉周深 就是要这样 参加节目是要有个很好的互动的 不过说到这里 也不得不说张绍刚的演技之高了 许多人也没有想到来了这么一个神反传 张绍刚的一个小玩笑 也将节目推上了高潮 但从另外一方面 其实也透露出了周深的社交能力 认识冷静分析 并且言语里巴也展现出了高潮上的表现 并且和周深看如此大的玩笑 两人的关系也可见一般老 其实在综艺节目当中 大家也是非常喜欢这个热心可爱 有素质的大男孩的 这样的周深还能够走多远呢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谈及到周深的能力 周深在参加综艺节目之后 获得了不少人的好感 不仅综艺能力强 而且高素质的表现 各方面的暖心举动 让这个大男孩展现出了一个 优质偶像的标准 能力或许是明星必不可少的前行因素 但其实我们反观 许多真正的天王级的明星 他们身上透露出的是一种素质 也是一种非常正的三观 而这一切周深都拥有 当然了 他也需要时间的沉淀 周深的路还很长 未来的他砥砺前行 你们是否愿意继续陪伴呢 周深加朗朗 荣祖儿加毛不易 快手1001夜 开启艺人惊喜配队 即将于10月30号晚20点 播出的江苏卫视快手1001夜 近40组明星阵容 一经推出引来全网点赞 绝对的亲戚色尔的 都是长相级的神仙阵容啊 当然了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搭档组合 今天江苏卫视也满足了观众们的好奇心 正式开启了明星嘉宾之间的机器配队 关去了周深加朗朗和荣祖 加毛不易 这两对的惊喜组合 打开百多APP查看更多高清图片 周深加朗朗 灵魂歌手和顶级的高情室的精彩碰撞 一位是嗓音抠灵的歌手 大于梅香如故 愿得一心人 水行物语等军事其代表作 一位是顶级的钢琴师 在江苏卫视五五盛典之上 一段四首联谈带来了绝美的乐章 遇见了千年国乐之美 二者相遇 必将带来的是千载难逢的听觉盛宴 此前在一档的节目当中 实力歌手周深和顶级钢琴师朗朗 曾经惊喜的上演了神仙合作 幽灵公主 抠灵横唱 加上收行钢琴的演义 又是让耳朵怀孕系列 再次映证了两个人不凡的实力 而且觉得还没有听够吗 快手一千零一夜晚会之上 周深朗朗将再度携手 带来更加经验的作品 荣祖儿加毛不易 极具心意的混搭组合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创业混搭一直是江苏卫视晚会的一大特点 历年来都是打造出了 不少的出席不易的组合 成就了华语乐坛难以复制的经典 在快手一千零一夜的舞台之上 也再次迎来这样一个 极具心意的混搭组合 荣祖儿 毛不易 荣祖儿是名副其实的实力唱将 先后带来了挥着翅膀的女孩 小小天窗等纪念歌曲 刚一出道别获得了十大竞歌的 金曲的最受欢迎星人奖的金奖 之后更是多次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歌星 多次加盟到江苏卫视顶级晚会的毛不易 也有着不凡的唱功以及创作能力 今年江苏卫视618的晚会之上 他和秦海陆的合作演绎 也让观众们领略到了 更加婉转动情的凤凰鱼飞 不知道此番两个人的混搭组合 还会带给观众什么样的创意演出呢 周深上快本讲段子 为家庭的脸都红了 网友说我会怀疑你在开车 说到周深合作人的第一反应 应该是一位很优秀的歌手 确实当年那一首大约经验了所有人 近些年周深在许多音乐 禁忌类的综艺节目当中 也有着叫人眼前一亮的表现 去年在我们的歌当中的情深深 着实是叫人印象深刻呀 还有在歌手里面的表现 那一首达拉崩巴更是彻底的跌覆了观众们 对于他指和唱古风歌曲的印象 不过周深除了是一位很优秀的歌手之外 还是一位行走的段子手 此话怎讲呢 周深进来的综艺节目颇为是频繁 在下周的快乐大本营的预告当中 周深和凤凰传奇惊艳登场 这次周深不仅是担任了歌手的活 还顺带做起了主持的工作 喜欢看快本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现在的节目都会有一个游戏环节 这次周深也不例外 其中有一个难度比较大 但他试了很多次之后似乎没有成功 这时候人间教练维加开始说到了 你要有信念 被子就回来找你 果然维加这么一说 周深就成功了 于是开心的周深忍不住的讲起了段子 我刚刚在想 被子会来找我 要不然我就去找周哥 周深此言一出 维加顿时哈哈大笑 他听得脸都红了 也没有想出什么回应 对此不少的网友 纷纷对周深讲段子表示 我怀疑你在开车 其实这已经不是周深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讲段子了 似乎已经成为了他的拿手好戏 王牌对王牌这档节目当中有一个游戏片段 是根据给出题目的意思 唱出了相对应的歌词 在要求唱到委屈意思的歌词的时候 周深对手贾凌率先跑率唱的 我想要一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眼瞅着贾凌就要成功了 一旁的周深再度讲起了段子 周深表示 老师啊你可能需要大一点的地方 贾凌一听瞬间脸红了 周深这一话其实是有两次含义的 第一层是在暗示贾凌体型比较大 所以需要空间也大嘛 另一层意识是呢 其实贾凌一点也没有感到委屈 周深的讲段子能力呢 也是没谁了啊 难怪呢许多的网友纷纷表示 怀疑周深在开车 其实啊这并不是贬义 而是周深接地气的表现 希望周深在好好做音乐的同时 还能够多上一些综艺节目 给观众们活跃活跃气氛 说话不停和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并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